我相信現在對千豪來講 這個東西就是小盒族了啦 不是也沒有 他們四千多元 小盒族啦 第16名 小盒族啦 後悔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玩具的玩具 我是吳 我是千豪 我們今天來這邊呢 當然就是 講到樂高主題 絕對就是為了慶祝今年 樂高創立的90週年 他們為了許多經典的盒族 帶來新生命 這次要玩的呢 就是一個大家的童年回憶 而且那時候我們在 前16組樂高 也有介紹到 可以說是非常經典的一個系列 終於出了 就是我們的 真的是很爽 天豪在我來之前的時候呢 就一直說 你打分數的時候老 你數的時候老 我快受不了 我們現在要跟我們介紹一下 它的外包裝 這次呢外包裝整體是以 黃色為主料 然後印上這四個 四集是城堡本體 那在左上角呢 盒族的名稱這邊 也是用 跟以前一樣復古的樣式去做 出寫 Lionite Castle 然後還有寫一個 Castle System 就是它是用什麼城堡系統 來說這個系列的一個名稱 編號也是在左上角 零件呢是來到了 正面的部分呢 就可以看到我們就是城堡的主體 那可以注意到 那豆豆跟各位介紹 然後這次也是收入了 非常非常多的 人偶 總共是有多少個 哦 十二個 我自己的話 最期待的應該是 人偶的部分 因為它人偶的印刷就是 在保佑以前的經典元素之下 去做一個少數的設計 那這次呢 這款四隻騎士的城堡 其實是根據很久以前 編號是6080的老合祖 國王的城堡為靈感 然後去做一個 延續跟再治 就是它是把整個精緻化 然後重新打造成一個 四千多片的一個巨大的城堡 背面的部分呢就可以看到 它這次是做這種可以展開的樣子啊 那裡面呢也有一些可以打完的機關 超多 這個機關呢就等牽好組完之後呢 我們待會跟大家介紹 那我們就直接開盒 請你溫柔的對待我 打開之後呢 這邊可以看到三個陣營 就是這一次10305 獅子騎士的城堡 收入了三個陣營 就是獅子騎士 然後黑鷹軍 跟森林守護者 那這三個呢 盾牌上面的就是他們的家徽 再打開了 這個就是獅子騎士的盾牌的樣式 然後上面的這三個盾牌 其實就是在很久以前樂高推出的 第一個城堡 就是編號375的黃城堡裡面 士兵有用到的盾牌的圖案 這是一個 獨老悠久的圖案 喔唷 超重的 四千多片 還好 還好吧 先跟大家介紹這個說明書 感覺這也是可以 合作一起組的 那 感覺還不錯 那我覺得幫你一起組 然後我們兩個說明書的封面都一樣 第一本說明書打開之後 其實就是從很久以前 就是從一開始城堡 系列開始到 之後每個系列經典的城堡合組 那第一個出的 堡壘型合組是1978年 就是最早的黃色的城堡 就是剛那三個圖案 這個時候的城堡 還是黃色的城牆 現在可能大家會說這個是 黃城堡 或是最初的城堡 剩下的就是像剛提到獅子騎士啊 黑鷹軍 森林守護者 跟黑騎士 他就是收入了透面的 每一個系列 然後再來呢就是到 2022年 就是新的獅子騎士的城堡 然後是90週年紀念 再翻過來呢就是有 三個設計師拿著獅子騎士的盾牌 跟旗幟 旁邊還有 鬥狗的重新設計 說明書的部分就到這邊 現在就是你的 OPPA LOGO STYLE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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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LOGO STYLE 繳給千豪 樂高專業戶 下次來就是移動 雄偉的三寶 完成的十二 明天 明天 給你的壓力 結果加班 聽到沒有 一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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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千豪 組裝完成 那我們就請千豪來跟我們分享這一次的 樂高10305獅子騎士的城堡 因為這一款就是我本來就一直很喜歡嘛 那在組的時候也可以說是完全沒有讓人失望 外觀造型部分除了很還原這個城堡的厚重的外牆的感覺之外呢 還做了很多點綴 像是它這邊突出來的空間啊 用這種橘色的零件去做它的一些小屋頂 它上面點綴很多就是花草 然後樹木跟這個茅草的屋頂 就是讓整個以灰色為主體的城堡 看起來不會這麼單調 蠻喜歡這個茅草的屋頂 嗯這個真的蠻多人都在發售之前就都很期待著這個 這個通常會用在什麼的零件上面 這種其實很多像是你可能拼一些那種動物的 它這個其實就是動物的爪子的零件 三爪的零件 它的就是外觀就是它這邊是有一個就是小階梯這樣上來 那它這邊是用那種藍色就是把它好像有點水的樣子 這一次的城堡 它做出了以前我比較少看到的就是 就是沖岩的部分 沖岩就是你要把槍伸出於 槍孔的部分 對就是這邊一個 它在外牆的部分跟各個高低的部分都有做 這很像那個耶 雖然說它這個沖岩沒辦法讓真的樂高的那個槍的零件伸出來 可是我覺得有這個設計就讓這個城堡整體來說更避震了一點 其實這樣城體看下來這一塊是什麼空間啊 基本上就是有一些比較軍事色彩濃厚的地方 就是像這邊嘛跟城門 那這邊的話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般人住的地方 那等於說它就是一個城堡跟一般市民居住空間合在一起的一個場景 城堡的地基它也用很多就是比較深灰色的零件 去做出它那種城堡依著岩壁蓋上去的感覺 我覺得樂高一直在就是這種岩壁的堆砌上面都很厲害 左手邊這邊有一個可以轉的地方 我只要這邊稍微往下爪 它的這個城門就會放下來 這個叫護城河的那個橋 然後上面的部分呢也有可以把它整個城門拉起來的這個樣子 在轉的時候它會就是零件會碰撞 然後就會發出那種卡卡卡的聲音 我覺得還蠻逼真的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側邊的部分 側邊基本上最強硬的就是這個水車 那它這就是可以去轉動 那有用幾個透明的那種斜面零件去表示說它水花被激起來的樣子 上面呢還有一個類似小木台的東西 這個東西是我覺得這一個裡面算是數一數二厲害的景觀 等一下可以 但是它是在裡面的 對對對 背面的部分呢其實就也沒什麼 它就是有一些一樣是那種岩石啊 那因為千好剛說這邊就是屬於算是平民住的地方 這邊有種一些小花草 它的陽台很漂亮 然後側邊這邊有一個算是後門的地方 它這邊這個柵欄呢也可以由這個小機關去控制 讓它升起來 這邊外面外觀的渴望性 接下來我們看到這個側邊 側邊我剛剛偷完了一下我覺得非常的有趣 這個地方的機關就是我覺得這一組最酷也是最有趣的一個機關 這邊呢其實乍看之下就是一個普通的岩壁 可是你這樣子把它甩出來 直接出現一個秘密的房間 這裡呢就是森林守護者的秘密基地 為什麼我說秘密基地 因為它的裡面是完全沒有跟任何房間有一個連接的 如果你要進來的話你整從這個岩壁進來 這邊的設計是這樣 就是你發現了這個空間之後 你才可以把旁邊的這個小機關再推過來 推過來之後呢 它這個空間其實是跟裡面的牢房有一個連接的 等一下看內裝的時候就可以看到 我覺得它這個樹蠻特別 為什麼它這次的樹是用這種黑色的質感 黑色的樹基本上就是它比較是至今以前的合作 以前城堡零件如果有樹的話 基本上就是這種比較深的黑色 那它用一些新的技術 像比方說這種圓桶形的彎曲的零件 然後把它做出一個還蠻穩固的樹感 那這邊呢就是我們這個側邊的部分 因為這次這個獅子騎士的城堡 那頭有跟大家介紹就是說 就是以新規的技術下去製作 所以它就是可以展開來變成像娃娃屋那樣 它這次呢就是有很左右了動 我們就先看這一洞 那我們現在就直接把它打開來看一下裡面 登登登 好 打開之後呢就可以看到我們裡面 就是有分五六間不一樣的造型 那我們從城門進來的那邊開始 大店這邊有一個算是把馬拴好的地方 所以這邊有個拉拉門把它拉開之後 可以把它馬拔進去 旁邊就是上二樓的樓梯 二樓的話就是武器庫 武器庫的地方就是放了很多 像頭盔啊 劍啊 武器什麼的 那它這邊其實這個武器架是可以用 就是單獨這樣很容易拆下來的 它武器架拆下來之後呢 就可以看到我們剛剛的那個城門的機關 然後這邊的地下室呢就是地牢的部分 就是它有兩間牢房跟中間有個區域 那中間這個區域是做什麼的呢 今天如果說有一個敵人來 那來到了城門的正面 然後你覺得它是一個無所幻影的人 收起那個橋它就可以直接掉到中間的這個空間 就地把它關起來這樣 那這個地方呢就是合起來的話 它其實就是正對這個大門 看到就是說我一進門 然後就看到這個獅子騎士城堡的這個象徵 對 就是我們明顯知道說 這個地方是誰的土地 旁邊這邊就是剛剛講的我們後門的部分 那下面呢 比較是偏魔法師的空間 因為裡面有一些魔杖啊 然後寶箱裡面有一些錢幣 這邊就是我想要你拆的地方 這邊這個房間其實都算很好理解 就這個地方我那時候最不懂 我後來後來想通了 我覺得很好笑 唱歌劇 講話 唱歌劇也太小了 它的窗戶做的比較不一樣 然後旁邊有一個很像花的 也不是演講的地方 因為它中間有一個可以拆的 好啦 謝謝大家 根據我的了解 這邊就是給人家大便的地方 喔 難怪那邊有一個洞 而且你仔細看 它那個洞是有這種連接 然後你剛剛說 它那個洞是直接排出到外面的 然後你剛剛說那很像花就是衛生紙 這個東西可以證實我 想法就對了 因為就是它這邊 它用大便當出來之後呢 這邊就是青蛙 所以這個青蛙才是 深色的 超靠北的耶 就是熱高一直在小地方發揮幽默 這個地方是發揮得很好 就很好笑 還有一個地方是你拆開之後才看得到 這邊基本上就是 城堡的一樓跟護城河 中間連通的一個空間 就像是城堡的地下室 然後你可能走一些小密道 可以通到護城河外面 那我覺得這邊還滿有那種感覺 就是我們右半邊的部分 那接下來這邊就是我們左半邊的部分 左半邊呢打開來怎麼看 左半邊打開的地方是這裡 左半邊其實就跟我們剛剛介紹右半邊差非常多 比較日常的感覺 這邊的二樓就算是臥室 還有一個書桌這樣 床頭還有兩個金色的那個 那個東西其實是 就是人偶戴派對帽的那個零件 然後桌上呢還有那個 信封的印刷裝 這邊呢一樓的話就是飯廳 飯廳比較特別的地方就是 它有放之前出現在375的城堡裡面的盾牌 他把它放在這邊 然後中間也都有那個很可愛的擺飾 地下室的話 這邊就是連動著外面水車 我這邊有一個石膜 然後只要水車洞的話 它的這個就會跟著轉動 所以這邊就算是那種 牛豆漿 牛豆漿 農家子弟來這邊 工作的地方 那旁邊呢就是一個算是儲藏室 小細節的地方就是這個 小鳥巢的部分 這邊算是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因為它這邊有一個黃色的小城堡 這邊有像遊戲式的地方 那這個黃色的迷你城堡 就是致敬之前樂高在1978年推出的 編號375的那個城堡 的縮小版 對 所以這邊算是一個致敬元素滿滿的地方 那這邊這個呢 其實是連接這邊的飯廳 所以它這邊是壁爐的部分 然後這邊呢還還原一個非常可愛的鋼琴 但像說應該是叫大劍琴 然後在下面呢就是廚房 廚房的細節也非常非常多 廚房就可以看到一些酒瓶的擺放 然後還有一些麵包啊 然後鍋碗瓢等都掛在上面 就是很簡單 還有一些蝴蝶餅 這邊的話這邊有一個空間 這個算是一個城堡中的市集 就是你可以這樣走進來 它這邊就是一個賣東西的小攤嘛 那你把攤放這樣子 就可以從裡面進去 下面的這個算是一個比較隱藏的空間 那裡面有一些糧食啊 跟一個標板就是你可以在裡面練習射箭 也算是一個有點秘密激烈的感覺 這個就是一個什麼戒嚴時期的酒吧 好像有點像是反抗軍的那種感覺 因為這個地方也沒有跟別的房間有連接 你要下去的話就只能從一邊 我還蠻喜歡它這個攤板 很多很鮮豔的顏色 然後去還原出賣水果 賣青菜賣酒賣麵包 接下來就該輪到我覺得那個很酷的機關 我們陽台的部分 這邊是這樣子 可是當我們把它展開的時候 它會變成一紫線 哦 這個地方它就是用了很多很有趣的機構 當我們現在把它展開成一紫線的時候 這邊是一個空間是你不會看到的 如果我們把它合起來 這個時候你會看到裡面有一個小青蛙 這個地方是我覺得 如果你今天不是主的人 你可能不會發現 那我們這個城堡主題講完之後呢 我們接下來就要介紹的就是我們 人偶部分 這次的人偶我們總共只有22隻 可是裡面有一隻是剛剛前往放那個 呼籠們啦 就讓它待在它應該在的地方 這次呢是17次的人偶 基本上就是以紅色跟藍色去為它的主要的基調 然後上面再搭配一些銀色盔角或是頭盔 那它這次的頭盔其實有很多種 就是你可以搭配出各種你喜歡的造型 武器的話也是有劍啊 然後有斧頭 跟很帥氣的盾牌 它在人偶身體部分的印刷 就是脖子這邊有一圈 你可以看到銀色的 感覺是那種縮指甲穿在裡面的感覺 然後它中間 獅子旗幟的那個獅子的文章 也有很漂亮的印刷 那這女王的部分是有特別做出不一樣的感覺 女王的頭盔 顧目鏡的這個護甲也是用金色的去呈現 那它的劍也跟別人不一樣 盾牌的印刷也不一樣 然後女王大概有一個獅子騎士國題的披風 皇后的部分 除了她戴著頭盔之外 還有她的頭髮跟後貫的零件圈 就是你把女王的這個胸甲拿掉之後 它中間的這個 雖然也是跟一般獅子騎士同的印刷的樣式 可是它那個獅子是有一點用更光澤感的印刷 所以說會真的有一點細微的差異 它冰這麼多 然後加上它這些承朵的結構 就變成說你可以把人偶就碰到這邊 就超級神功 艾格來看到另外的兩個陣營好了 黑藍配色的是黑鷹軍 紅綠配色就是森林守護者 那分別都是三隻 那黑鷹軍的這個角色設定算是一個來訪的 來訪的感覺 就是你看有兩個人拿旗幟 然後這個騎士它有配一隻馬 所以你可以想說這個騎士可能比較屌耶 因為它的劍也是比較不一樣 然後旁邊兩隻那種小士兵呢 其中一隻它也是有背包的這樣 對這個是我超喜歡的 因為它那個背包的設計很有趣 感覺是千里迢迢從別的國家來的地方 對 那旁邊這個是我們這個森林守護者 那衣服上面的印刷呢 跟其他兩個陣營都是盔甲的感覺不太一樣 所以是護料的感覺 然後他們都有背箭頭 那這個女生她總要拿這個是什麼 這個應該是木屌 木桃的雕獸玩具 它是小孩子 那這邊呢就比較市井小的地方 那我覺得這個農夫的人偶很可愛 因為他的身體的印刷 他在這邊有印一個那盤的小袋子 對很可愛 像這邊呢就是可能他就是 談判老闆 然後他們這個 應該就是那種貴族小孩 因為他穿的衣服印刷的還蠻漂亮 像這次魔法師 因為以前的魔法師可能 還是會有一些印刷 可能附給他一些魔法的書 這次的話甚至沒有 那他是有給他一個魔杖 然後魔杖的前端是一個綠色的寶石 還是蠻漂亮的 然後他背後也是有背一個這個 就有背一個袋子 人偶之外呢 就是我們來講的動物的部分 獅子騎士跟黑鷹君各有一匹馬 然後還有一個拉車的牛 當然一隻小羊 以前的馬 最初最初是都不能動 那他這次是脖子可以動 後腳也可以動 所以你可以做出一些蠻動的姿勢 對 馬身上的這個 我們不太知道這個叫什麼 馬刨 對 他這個也是全新的印刷 那也是都很漂亮 除了這個黑鷹君以外 他這個獅子騎士呢 他上面的那個獅子呢 他是用一點亮面的那種獨裝 然後這個牛車 我覺得也是做得非常的可愛 而且這牛的眼睛 你們看得了 呵呵 基本上這邊又是所有的內容 氣越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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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多了 news 黑鷹榮 旁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這個呢就是我們這次跟各位玩具人介紹的 樂高10305 獅子騎士的城堡 你覺得你最喜歡哪一個部分 我最喜歡其實就是這個草屋的部分 還有我們那個生靈守護者的小密室 就是它那個激光我覺得做得非常 這個地方真的超酷的 我覺得就是有點顛覆我之前的印象 因為以前是沒辦法做展開 小時候除了很辛苦的地方都被埋沒掉 你也不能玩你也生不進去 但它這次做這種展開式的方式 我覺得就可以把所有辛辛苦苦蓋好的地方都玩過一遍 我覺得這個城堡還有一個有趣的點 你可能在玩的時候 就是你應該想到它動線是怎樣 這個的話是它除了娃娃舞之外 它還有做一些就是動線的感覺 把所有地方都合理化 對 那你就會覺得說 欸 它是真的可以從這邊找到 從樓梯爬上去啊 對對對 就是這個裡面是 我也覺得還蠻新鮮的 因為之前比較沒有這種感覺 那這個呢就是我們這次要跟各位玩具人介紹 那如果各位玩具人看完我們介紹 你覺得有什麼地方很有趣 想要跟我們分享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讓我們知道一下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大家記得訂閱玩具人頻道 小鈴鐺開起來 最終我們的IG上面有更多幕後花絮玩具玩具 我們下週再見 掰掰 你之前參加那個 托名喔 那個 熱狗車那個啊 沒有 沒有托名 但你有到解決賽 反正就是最後在挑選 然後就第二名 第二名 那第一名原本可以幹嘛 就有獎金 沒有 就會出你的合作 怎麼可能太難了吧 那你那個要投稿嗎 沒有 如果要投稿的話 就要把 就是有一些 就是 就是下面有人留言跟我說 可以做一些什麼 包裝的 我覺得感覺可以弄個一套 就我可能之後會再弄個一套 然後再拍一次 然後去投稿看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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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